龙空空手中拿了一个非常沉重的球 他踢了一脚 随后他疼得哇哇直哭 后来他把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这个球出现在了严严槐的身边 很多小伙伴说严严槐和龙空空是最好的朋友 错 其实他们两个是死对头 众所周知 严严槐他是一个书生 如果你喜欢严严槐 请点一个赞 小伙伴们你们看 手中握着毛笔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他看到龙空空的球以后 你们可以看一下他的表情 十分的惊讶 没有错吧 小伙伴们你们看 球出现了 他惊讶的下掉了自己的下巴 在评论区中扣出6543 你将会知道为什么严严槐 如此恐惧龙空空的这一个球 如果说是他好朋友的球 他应该会感到不惊讶才对 并且我和学姐发现 龙空空他是龙祖 不是人类 你们看到他的龙尾巴了吗 所以说龙空空和严严槐 肯定不是好朋友 他们两个一定是死对头 你们知道了吗 好朋友 好朋友